日本福島縣1號核電廠因為大地震發生洩漏 縮散範圍擴大至半徑20公里 當地原子能官員說,根據輻射量數據 核反應堆安全學的損壞程度應該不大 另外有消息說,1號機組中央控制室 並未因為爆炸而受損 福島縣兩座核電廠多個反應堆的冷卻系統失靈 1號核電廠部分機組硬袖爆炸 建築物牆壁倒塌,四個工人受傷 電力公司相信是冷卻系統的氫氣發生爆炸 陸上智慧隊的特殊武器防護隊協助監測放射物質水平 內局官房長官知彥恒南較早時說 放射物質水平仍然在預期範圍之內 附近4萬多名居民已疏散 但警方說,1號核電廠半徑10公里內 下午仍然有800人滯留 香港天樂記者文家好過頭